我们来看一下7月份的楼市情况 因为尤其是517,央行517新政以后 国内楼市刺激的一个效果如何 从数据来看,到7月份的这种刺激效果 似乎已经进入尾声 楼市又重回下行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房地产7月份的一个销售情况 这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7月份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 大家可以看到 销售金额和销售面积的分别 跟历年的7月份相比 都有大幅的回落 销售面积是回到了2009年以来的 同期单月最低水平 销售金额是回到了2015年以来的 同期单月最低水平 大家可以看到 自2021年整个楼市下行以来 其实房地产的平均的售价 没有太大的变化 是有所向下 但是在统计数据上来讲 还不是那么明显 整体来讲 就是销售金额和销售面积的 基本来讲是同比例的 在下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 销售面积是0.62亿平米 0.62亿平米 销售金额是0.62万亿 也就是6200亿的一个销售金额 基本来讲 如果看7月份单月的话 就是销售面积回到了2009年以来的 同期最低水平 销售金额是回到了2015年以来的 同期的一个最低水平 所以说我标题为什么起 这个龙氏跌回2015年呢 主要是从这个量上 量上整个销售金额和销售面积 总量上来讲 在不停的下行 但是你说单价 单价跌到2015年 那还没有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到那个程度非常可怕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1到7月份 1到7月份的销售面积 是回到了2013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大家可以看到是5.45亿平米 是2013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销售金额是2016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销售金额是5.33万亿 这个是2016年以来的新低 所以说大家可以感觉到 楼市的整个 这指的是新房销售 新房销售其实是不断的在回撤的 不断的在回撤的 但是整体来讲 这个价格的回撤 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我这张图之前老给大家看 就是中国房地产销售的一个巅峰 是在2021年 2021年的销售面积是18亿平米 销售金额是18万亿 那个是巅峰 那22年回撤一些 23年再回撤一些 24年目前看来 24年可能销售面积在8亿平米左右 销售金额可能是8万亿左右 我大概的一个判断的是 我认为整个中国的房地产的销售面积 应该是能稳定在8亿平米左右 8亿平米这个水平 销售金额可能要回撤到6万亿左右 因为这个价格 它最后总归是要反映出来的 价格平均价格不可能不下跌的 最后这个价格 考虑到价格下跌的因素的话 整个销售的金额 可能是在6万亿的一个水平 这样一来的话 相比2021年的18万亿的销售金额 就会缩水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中国房产 未来几年的一个低谷 进入到一个低谷的一个稳定在一个水平 就是6万亿的销售规模的一个水平 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行业可以说是三分之二 就是缩水 从最高峰会缩水三分之二的一个规模和水平 这是我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大概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判断 未来的一个判断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房地产还是在继续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中 这个刺激效应有所消退 那么再来看一下二手房和新房的这个价格的同比情况 同比下跌情况 那新房是红色的这条线 这个同比下跌的是5.3% 这个水平基本来讲 跟2015年涨价趣不尊前 最低迷的那个同比下跌的那个水平差不多了 接近了比那个稍微差一点 但是二手房的这个同比价格的下跌水平 已经远超过了2015年涨价趣不尊之前的那个水平 大家可以看到同比下行是8.2% 所以说整个房地产市场现在的严峻情况 应该来讲是已经超过了2015年 涨价趣不尊之前 那个时候最严峻的情况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2015年3月份 23月份前后的一个水平 或者准确的说 那个时段应该在2014年下半年 一直到2015年2月份 这么六七个月的时间 是当时涨价趣不尊的房地产市场 最为低迷和黑暗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目前应该是比那个阶段还要差一些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从这些数据上来看 包括这30个重点城市的 7月份的商品住在成交面积 大家可以看到整体是累计同比是下行36% 然后7月份的环比是下行29% 基本来讲整个从7月 包括到8月现在已经是上半许已经过完了 整个房地产的其实销售还在持续的往下走 所以说这个是 其实给基本面整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 也带来了很大的持续的下行压力 我们看到基本来讲 房地产还在持续的下行的一个过程中 那这个下行呢 我想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呢 可能这个趋势还会持续挺长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